来 时间买 时间买了 杭州夜市的摊贩大力叫卖 衣服平均一件只要25块人民币 约台币100出头而已 而且不止这一家 还有一件背心卖15块人民币 两件裙子只要60人民币 约台币200多 每个摊位都在比便宜 今天花了50 只买了两件 平时少喝两杯奶茶 就可以买两件衣服 性价比很高 不止穿的打价格战 喝的瓶装水也在降价大促销 一瓶矿泉水近低于一块人民币 牟利率低到见乎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下滑 内需持续不振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 616836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.0%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中国大陆官媒报经济数据 只称上半年GDP5% 但是细看数据 最近的第二季GDP成长只有4.7% 远低于市场预期 更是五个季度以来最低成长 对北京当局势必有压力 北京的街上停满公安车辆 警察密集站港 维安程度再拉高层级 因为从15日起到18日召开三中全会 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历届重心放在经济重大决策 外媒蓬勃顺分析 中国大陆第二季经济成长走弱 三中全会上可能升高 习近平要提高信心的压力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